《遼寧號》 《遼寧號》 過去十年中國海軍其中一個重大成就 就是進入航母時代 我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號》 在2012年9月正式服役 遼寧號前身是前蘇聯海軍 完成到只有68%的航母《雅良格號》 由中國在1999年購入後改建移成 有了改造遼寧號的經驗 我國在2013年開始自主設計 和建造第一艘國產航母山東號 並在2019年交付海軍 實力亦有所提高 2021年5月 遼寧號以及山東號航母編隊 在南海展開海上訓練 意味著中國海軍已具備 遠海遠洋作戰的能力 2022年6月17日 中國第三艘航空母艦福建號 正式下水 它是中國完全自主設計建造的 第一艘彈射型航空母艦 配置了電池彈射和阻攔裝置 中國進入三航母時代 不但能夠直接維護國家的海洋權益 而且對維護領海主權 以及南海和平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三東艦福建艦從設計自建造 加入中國自行完成 上千萬個零部件全部採用國產產品 實現完全自主設計 自主建造和自主配套 顯示中國以全面掌握自主研發 以及建造航母的能力 是中國國防實力提升的有效展示 擁有強大的國防力量 先可以確保國土領海不受外部軍事力量入侵 和戰爭的威脅保障國家持續安全狀態 中國航母進入自主研發時代 對提升軍線安全置為關鍵